我們要去的地方是哪你知道嗎 當陽光 傻債 我還真沒想到 它對車是有一定的認識 你知道它在HONDA的屏東廠 組裝新車的地方 做組裝 主要還是因為CRB這個車子的大小我很喜歡 剛好符合你的使用 它到底還有什麼口袋名單跟法寶沒有拿出來 還有非常多 真的假的 真的啦 你看它這個湯就是裡面看起來就是有中藥的那種感覺 滷滷這樣 它清燉的就沒有 清燉的就沒有 就有清燉 這肉太多了吧 這一碗多少 我也不知道 我竟然都叫一碗 我也沒有問他一大碗小碗 你這很像牛小排你知道嗎 欸 肉好新鮮喔 很爽很爽 吃到什麼 它今天早上還在那個草原上奔跑 就被你抓 抓過來直接做很燙 這麼可憐喔 它跑一跑被抓到 這個口感的那個軟嫩的程度啊 我可以很負責任跟你說不舒服 你 帶小師哥來吃一下我們的鮮魚意麵 剛好這一間鮮魚意麵 鮮魚意麵 代表的鮮魚意麵 Let's go 讚 好 好 好 汽車教授 職人洗車用品專賣 AVLEAR 環保 生活 科技 領導品牌 欸老闆 你好 原汁原味不加味素 甘草鮮魚 切花枝 花枝根 給我花枝咧 這間店我也沒有拍過 這間店我也沒有拍過 而且上次他們從這一間走到那間30秒 這次我們只要3秒鐘 3秒 給我3秒鐘 給你3秒鐘 這個老闆也是從年輕做到老 就先給 老闆很有性格 請認明金項鍊 金項鍊 金項鍊有夠大條 有夠粗 然後一定是背著他的眼鏡 很酷 謝謝老闆 老闆謝謝 這蛋 好棒喔 蛋喔 謝謝 這個意麵好像跟 跟你印象中不一樣 印象中的不一樣 對 所以我才說 這個跟你們台北不一樣 比較跨 對 這是我們南部的 意麵是這個 你印象中意麵應該是鹹水意麵那種 就是圓形的 它這個是扁形的 這扁形的 它這個麵條是扁的 對 我印象中意麵圓形 就圓了 其實吃起來差不多 好 來 我來 對 你吃看看 對 其實我很少吃是煉乾的 我也試試看 來吧 好香喔 沒有彈性耶 它就是鍋氣很重的 一個炒麵 一個炒麵 一切一切 它介於燒焦與鍋氣之間 來回橫跳喔 沒那反應 控制得很好 控制得很好 再過去一點也很熱燒焦了 那老闆 有保住 我以為麵會很軟 其實有有彈性 真的會多一個甜味 真的會多一個甜味 你看它煎麵處理得很好 處理得很QQ 不會軟軟的 對 對 因為很像雞尖喔 雞尖 對 有些會弄冷凍的 然後會比較乎 滷的一百 炒的一百二 我還問他說 為什麼多二十 我還問過老闆 然後老闆就說 因為炒得比較麻煩 我還真的人白目目過他耶 我剛剛看你這個味道很重 嗯 沒有喔 一吃 就像他講的喔 不加異味素原汁原味喔 真的 真的是不加異味素喔 你一吃就是感覺 唉唷 舌頭沒有負擔耶 對 它完全就是那個 神奇本身的鮮味 還有那個蔬菜的鮮味在撐 對 來 這是 根的 我平常都吃這個 根的好吃 我們先來個湯看看 喔你先喝湯喔 你看我先喝湯啊 很少人直接喝湯的 我先喝看看啊 鐵鍋 鐵鍋味 喔 對 就這味道 從小吃到大 味道不會你想像中那麼重 啊但是也不是說沒味道喔 對 我想它是什麼甜味你知道嗎 洋蔥這邊 喔洋蔥 對 對它是洋蔥的甜味 洋蔥 它洋蔥的炒到有點焦焦 喔那個焦焦 沒大反應 那個鍋氣 反正大部分是蒜頭 跟那個 高麗菜 高麗菜洋蔥 對 炒起來的那個甜味 對 蒜頭你吃它很辣 生吃 可是它炒起來是甜 對 它炒起來它那個 熟了以後是甜 辣的感覺就洗掉了 對就沒有了 對就轉換成一個香味 對 所以光它不加味素就很棒了 嗯 所以你應該可以做了 我跟你講這個等級 Level Up 對 祝福的藥水 喔祝福的藥水 送線上遊戲喔 嗯 被祝福的鱒魚衣麵 來來來來 調味過的喔 嗯 喔現在就這樣 嗯 嗯 嗯 哇 太厚醋了 太厚醋了 那個味道就回來了 你這樣吃害我 都有點想加黑醋了 一定要加黑醋 反正沒有 是喔 因為我平常都不加黑醋了 真的假的 對啊 我都原味吃這樣 升天了啦 升天了 升天了啦 喔 祝福的藥水 祝福藥 祝福一下 嗯 提味大開對不對 真的耶 酸酸甜甜 再加那個烏醋一點點的香味 你整個 嗯 它烏醋下去之後 可以耶 它把整個甜味帶出來 嗯 超棒耶 好香喔 嗯 就今天各位來啦 就是加黑醋真的是超棒 那是開啟另外一個大門 雖然它跟剛剛那個牛肉湯是 不一樣的食物 嗯 可是來這邊吃了以後啊 發現如果硬要 哇很難比耶 很難比 硬要比的話 我覺得這個把黑醋加下去 超強 整碗 一下就吃完了 完死了啦 完死了好不好 這個推薦 吃完今天帶這個 嗯 吃湯的 湯才便宜20塊 老闆說炒得太麻煩了 要加20 以前老闆這樣跟我解釋啊 大概10年前 我不知道老闆會不會 會不會換個說法 會不會換個說法 他之前這樣跟我講 完死了啊 還有嘛我們還有下個地方嗎 有啊你還會餓的 還是再來就是涼的 現在是熱的還是涼的 要熱的再涼的都有 一定都有 我們期待一下下一個 看一下 欸老闆娘你好 你好久不見 你好久不見 老闆你還有嗎 有喔 老闆不在 有啊 好 這樣我先不會講菜喔 我們可以拍攝嗎 好啊 謝謝老闆娘 謝謝 這一間最有名就是四神湯 好吸喔 對四神湯 對然後 我們來小菜我都會點滷貢丸 滷貢丸 圓形食物 圓形食物 它就圓的 圓層 圓層就 也是圓的 側面看圓的 你要講年輕的 沒有 我才會帶你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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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一間很屌 它叫什麼 越來越好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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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你講 如果時間許可的話 我跟你講 它絕對是處理到 處理到 我回不了家 回不了家 我晚上跟著你進房間 幫你處理 欸老闆娘 你要審核一下喔 好囉好囉 都沒有啦 亂講話 老闆請問 老闆 謝謝老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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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久沒來 太久沒來了 招待又招待 你看 他招待我 老闆招待他 招待再招待 我們在家人的熱情 我們超州很多老闆 都把我當作 他們自己的小孩在疼 有時候我去買啊什麼的 我就買一個飯 然後就送個菜 很感心的 你本來想買一個飯 結果送的比買的還多 送的比買的還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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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才去買一個湯 蛇丸雞推的就是 雞推這個四身湯 我覺得四身湯 重點是這個 這個腸子有沒有 裡面充滿這個油 哇 一咬下去 全部都是懷念的味道 我發現蛇丸很喜歡吃內臟 喔 對不對 內臟達人 你內臟達人 對啊 我發現剛剛牛達湯 我看他內臟也是 哇 啊你喜歡吃內臟 尤其是腸子 尤其是腸子 很喜歡吃腸子 大湯 還是燒湯 你比較喜歡 燒湯 燒湯 對 對 我小時候最愛喝的就是四身湯 四身湯 四身湯 其實有些小朋友很喜歡喝的 是喔 我小時候最愛喝的 就是它有個特別的味道很新的 百喝不膩 然後加上這個腸子 那腸子好吃 在一咬下去那個油脂的味道 炸出來的時候 哇 腸子特別的香氣 當你覺得太油的時候怎樣 四身湯那個湯又沖淡 它那個膩膩感 清爽 舒服 嗯 我就是 米糕 肉道飯 它兩個長得很像耶 很像 但是米糕有點像是糯米 好來 我先吃一下米糕 米糕 米糕 米糕上還有這個 是剩皮酥還是肉酥 肉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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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比較像肉酥 有啊 肉酥有啊 阿喇 你覺得它的肉酥很好 我剛才肉酥開個家 我們通常都是吃這個 以前在工作的時候都吃這個 超讚 你說這個叫肉酥 這根本就是 肉塊嘛 肉塊 這就是手切的 手切 對 你如果加雞咬的就比較平均啊 對 我們這就是對不對 全自感情 都是手切 再配上這個有沒有 他們的豬皮 我以前吃就是 大份的米糕 然後再加這個豬皮 再加香腸 哇 乳貢丸 就是一餐 超爽 這個糯米很Q 嗯 這間 當初要拍那個 潮桌走透透的時候 原本我把這間拍進去 結果 那一天沒開 哇 沒拍到 這間就留給你 宜珠之汗 宜珠之汗 直接 小師哥幫我補齊 對不對 把整個潮桌怎樣 圓滿了 圓滿了 就是今天這間 欸好吃耶 看它米糕好吃 很Q耶 我吃了幾個屏東的 這幾間吃下來 我覺得 屏東的調味 比我想像中的 還要 淡一點 淡一點 因為想像中那麼的濃 酸甜苦辣 都比較 清淡一點 淡一點 對它不是屬於重口味的那種 嗯 可是我覺得這幾個吃下來 這幾單吃下來 我覺得 在屏東吃這個小吃 比較能吃得出 食材本身的原味 因為 我都沒有吃到 有什麼過分調味的東西 嗯 我覺得 你就是要吃這些 你才有辦法了解這個鎮的感覺 嗯 對有時候吃美食 你才吃他們那個鎮的歷史 對 你看這粒粒分明 我都已經把它這樣壓平了 嗯 我把它這樣壓平 要拌粒 嚼起來粒粒分明 有嚼勁 我有意外 嗯 就是我今天來屏東 想說來吃東西 嗯 真的沒有預想到 屏東的小吃這麼好吃 很讚對不對 真的很好吃 而且這還是屏東的 一嘎角 朝周而已 對不對 我們還有很多鄉鎮 靠近三一點那邊 有我們那個三弟們啊 嗯 萊芋這些有沒有 原住民的美食 嗯 然後我們海邊這邊啊 有我們東港啊 綁寮這些有沒有 東港 海產 然後這個豬皮 都只嚼著一咬下去 你通膠原蛋白 而且它豬皮 滷得很入味 不過它這豬皮算軟的喔 軟的啊 嗯 有些會故意弄得比較 稍微Q 硬Q一點 它這是屬於軟的 這是軟的就是 你咬下去 嗯 像在吃那個果凍一樣 沒有用舌頭鴨就 就融化了 就融化了 就碎掉了 我個人是比較喜歡這一種 你喜歡吃軟的 吃軟不吃硬 這個男人就是這樣 吃軟不吃硬 對 跟挑柿子一樣 我們也是挑軟的吃 嗯 不停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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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能欺負老實人啊 不能欺負老實人 我覺得肉燒飯 跟米糕 吃成湯 都好吃 很讚 以前就是在減肥之前 也是蠻常來的 後來減肥之後 沒辦法控制嘛 控制後來就自己在家裡煮 沒辦法自己在家裡煮 沒辦法自己在家裡煮 很久沒來 甘肥啊 就家裡自己水煮啊 這些啊 所以其實你今天也吃得蠻開心的 蠻開心 謝謝小師哥 謝謝小師哥 好啦那接下來我們就 再去處理 吃一個點心好了 對啊那這邊我再特別介紹 就是這個米糕 肉燒飯 肉燒飯 四神湯 小菜 超讚 而且價格超便宜 豬皮啊 20塊 10塊豬皮 哪裡看到超多的 滿滿的 Ultra-S3 地表最強行車記錄器 我們去吃一間 一間特別的冰店 這個感覺就是很像 小時候學生下課 這個 然後來買個冰棒 什麼 抓在那邊吃 好不好 看蛇丸要帶我們 吃什麼特別的 來這邊 我真的覺得齁 他隨便帶我們吃個東西 都很新鮮 哎呀 這什麼好吃 這是 對不對 這是我們那個萬丹 那個水冰 水冰喔 對水冰 我覺得就是 如果要吃涼的東西的話 這一個 還滿有特色的 我個人滿喜歡的 他這個 他底下有料 他這個是 他已經打好整桶的嗎 對他打好整桶 古渣米的味道 黑糖喔 黑糖 然後下面是什麼 萬丹紅豆 萬丹紅豆 哇 然後還有一些 什麼仙草啊 什麼的都有 下面很多料 紅豆 哇他這個砂糖的味道 嗯 超讚 二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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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感覺很像那個 小時候在吃的 小時候那個下課啊 對啊 蛤 天不起來 走到這裡吃 是嗎 嗯 這是小時候啊 阿公會買回去給我吃 對 然後長大後 我問他在哪裡 他跟我講在這裡 我才開始跑在這裡 看阿公在這裡買到的 因為他吧 買得再動啊 再動一下給我吃這樣子 清涼解渴 對啊 他那個沙沙的感覺有沒有 超猛 而且他 真的是不臉 我覺得屏東其實真的不重口味 比我想像中 我因為我沒有 對屏東的食物有特別研究 喔 我今天這樣吃三四攤下 我覺得他們的嚼味都不會太多 太重 甜的不會太甜 鹹的不會太鹹 我認真講這個真的是不太甜 不然你 你去後面茶磨買一杯看看 我在台北比較少吃到這種冰 還是有我不知道而已 沒有 喔沒有 我可以很負責任講台北沒有這個味道 嗯 因為一般人想到吃冰就是要甜 嗯 吃甜的冰 吃的時候很爽涼涼的嘛 嗯 吃完以後 舌頭很麻 喔 舌頭甜過頭了 快點 哇 看他這個不會 欸 他這個連紅豆都不點喔 然後可以吃得出紅豆很飽滿 嗯 等他帶你去買那個 你在台北很常看到寫什麼 萬丹紅豆餅 等他帶你去買正統的萬丹紅豆餅 讚啦 這一碗多少錢 嗯 15 哇還有綠豆 嗯 綠豆 還有仙草 還有藝人 你根本沒想過 一個干嘛丹裡面那賣冰 也對阿 他外面看起來根本就不像冰店 就是這種台客餅 嗯 被雜貨店耽誤的冰店 欸真的 那個炸雞耽誤的蛋塔店 喔是 很可惜嘛 很可惜 好久沒吃糖喔 很爽耶 等一下 借著 跟教練說對不起 教練 教練 對不起 是小司機拍片 那撞不掉啦 那沒辦法 一定要吃一下 對對 偶爾試一下 今天是那個欺騙日 欺騙日 欺騙日 每天都在欺騙 他這種口感在台北應該 比較常叫做明眠冰 喔明眠冰 他就像 冰沙 像冰沙 就是那個基隆就是有一個 蠻有名的 泡泡冰 對啊 對對對 有點像喔 對有點像 他口感有點像那個 遠東泡泡冰 基隆那個遠東泡泡冰 只是他的 他的味道就是 很傳統那個 二砂糖的味道 好不好 只是欸 這是古早味 這是說小時候的味道 超爽 嗯 OK 所以差不多 馬上帶小師哥 買個伴手禮回去給員工吃 讚 我們兩盒 帶回去給你們那個 你看有吃又有餅 員工吃一下好不好 帶給我們小師的員工吧 一個十五塊 要十五塊 超多人 你有沒有看到下面有多少人 超多 我覺得這一間真的是 這一間真的是萬丹 最好吃的很多餅 我剛剛問他說全吃過 他說對他都吃過 對因為之前那個我們淵哥 我們淵哥有來拍 淵哥 淵哥有來拍 他說走我們去吃八間店 我都想好這樣子 啊八間都吃這麼多餅 八間 這麼硬喔 九間 九間 吃了九個圈圈 結果後來跳選出來就對了 我個人心理的第一名 你個人心理的第一名 那我現在搖一框 搖一框 啊 皮是脆的 脆的 那個餡餡 哎呦呦呦 爆漿啦 爆漿啦 Thank you 他那個皮超脆啊 然後那紅豆啊 天啊不膩 哇 還沒吃到等一下 哈哈哈哈 這料太飽了吧 嗯 一定要爆出來的 我前面咬從後面爆出來 我吸一下料 吸一下 喔 皮很脆 嗯超脆 而且它是薄的喔 嗯 它皮不厚喔 對 因為它皮本身也有味道 有些人的皮沒什麼味道 它的皮有那個香氣 那個焦香 不知道怎麼做出來的 而且它皮是 脆而不硬 對不對 它皮很薄 皮薄餡多 嗯 其實我這個人平常不太吃豆類啊 但它們紅豆餅的紅豆我吃 喔是喔 你不喜歡吃豆類的 我不喜歡吃豆子 但是它們的紅豆 就是特別好吃 不知道什麼 而且今天禮拜一喔 沒什麼觀光客 本地人都這麼多 那個六日來啊 老師 哇 當你夠酷耶 六日不能來嗎 六日可以來啦 就是要有那個心理準備 要等一下 要等很久 要等一陣子 可能半個小時起跳 今天平常日我們就等很久了耶 你看 薄薄的啦 超薄 我剛剛看它那個 生產的就跟鏟線一樣 超多 它這個真的叫蜜紅豆 吃起來就是有個蜜的味道 對 30顆帶回去 30顆給大家吃 半熟禮 對 半熟禮 一定要的吧 有吃還有吃 滿載鵝 滿載鵝回去那個 發一下 15顆 10顆是紅豆原味的 然後5顆是雙餡 雙餡就是紅豆加奶油 抽一下 我們這應該是紅豆對不對 對 我們這純紅豆 我個人是覺得芋頭也不錯 怕芋頭大家 可能有些人吃不習慣 所以我就沒有點 但是如果喜歡吃芋頭的 也可以點他們芋頭 芋頭是甜 裡面帶一點鹹 哇 完全不會死甜 超讚 這紅豆一絕 我到現在在台灣 說真的 紅豆餅我還沒吃過 比這家好吃的 歡迎大家來挑戰好不好 你家巷口的紅豆餅 有比這好吃的 跟蛇丸講 跟我講 對不對 要嘛你下來吃這家 要嘛我上去吃那家 對對對 我們就一起拚了啦 尬看看 尬看看 我們就差不多 起程回家 回程啊 滿載而歸了啦 耶 太陽下山了 對 我們從有太陽拍到沒太陽 還有還有 只是太陽要躲起來了 還剩下一點點 來啦小師哥 這給你炸燈給你的王冬家 對啊 哇 三十顆紅豆餅 三十顆一盒的耶 三十顆 你看這個密集恐懼症耶 不會啦 你怎麼說密集恐懼症 學不會講話 這樣整趟吃起來 我這樣算了一下 兩個人應該花個五六百塊 就吃到飽到不行 五六百塊應該可以 五六百塊就可以了 我們今天我算一算 我們花了應該差不多五六百塊 我們的湯一百嘛 然後陳奕銘也算個一百好了 對 85分也是要一百啊 也算一百嘛 然後一百三十幾塊 再加冰紅豆餅 真的一個人大概五百塊就搞定了 對啊五百塊內啊 五百塊內 吃到 吃到撐 吃到爽 撐到明天 明天省起來 連明天都省起來了 整個屏東的美食吃一圈啊 而且大部分都是沒有拍過的 而且欸 還有沒有拍過的東西 也是有嘛 這代表大家來找蛇丸不夠踴躍 不要 再踴躍一點 把他挖完 把他挖完 他挖完 我看到常常挖完一下 有些就是對不對 有給自己吃的 就捨不得爆出來 下次要問出這種 要問出這種的 今天算是把有些東西 都讓給我們小師哥 啊 謝啦 今天真的很開心 哇 吃完真的也很好客也很熱情 不會啦 就應該的 完全跟螢幕上的形象 是一模一樣 就有朋之遠方來 不宜樂乎嘛 對不對 好吃好穿的 吃後的 吃好穿好 一路走好 耶 我差不多要回去了 差不多要回去了 對啦 也很開心他跟我們分享 真的第一次分享他的愛車 然後第二個就是第一次知道原來 他還會主驅走 會驅走 還會打鼓仔 打鼓仔 我想說他打鼓仔都在晚上 在房間一直打鼓仔 沒有啦 想不到他也會 為車打鼓仔 好啦 謝謝蛇丸 今天這個很開心 超開心的 這個下一次呢 也很期待 他上來台北 我帶他去走走 看看吃吃 下次就我們去找小師哥 換小師哥招待我們去那個 沒問題沒問題 打鼓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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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以前超會打打鼓仔 好啦 喜歡影片 這個第二流的非常感謝 大家蛇丸的影片 那不用講了好不好 這個應該定我的應該也 已經有定他的了好不好 不會啦 好啦那下次見 拜拜 拜拜 下次換你來 讚 幫我招待一下 好的 謝謝小師哥 期待下次上去 不要都只找師父嘛 對不對 我們都要師父 都要找一下師父的感情好 師父愛你 小朋友騎打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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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前我打鼓仔 你知道那個打鼓仔 是要跑那個曲手蓋的外面 像迷宮一樣 對不對 我以前打一圈 不用三秒 那如果在房間打鼓仔 大概五秒 房間打鼓仔 打鼓仔 八秒 好啦 太快了 房間打鼓仔 這也十五分鐘以上 我十五分鐘 有十四分鐘 非常批評 又照底 哨子是不點換的 而且選擇心障礙 這個境gate 這個境外 怎麼都看啦 這個 contemplation 多公視床 全部都同時播放 算不了 算不了了